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威威卫视 10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 亲中原美是真心还是假意 中纪委整肃港澳办 会拿谁开刀 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北美世界之报副总编魏毕周先生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政治与经济学者 陈小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本星期高调访华 重启中非两国因为南海问题 而中断了将近五年之久的高层互防 杜特尔特上台以来 一改前任的亲美立场 大走亲中路线 让美国头痛中国开心 这次访华 杜特尔特行前释放出了矛盾的信号 他一方面大赞中国 慷慨大度 说自己有中国血统 期待中国给予经济援助 另一方面又表示 将坚持国际法庭的南海仲裁结果 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 那么杜特尔特访华 美中非三国各有什么样的算盘 访问期间 杜特尔特是否用行动 证实了他弃美亲中的立场 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好 杨建定先生 我们知道杜特尔特这次访华 中非双方都各有自己的算盘 那么你觉得 他们双方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达到 对 这个实际上呢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很难念的名字 我叫他老杜好了 他老杜的目的啊 想要建立的中美非的关系 和其他东亚国家 试图所建立的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换句话讲 就是经济上好处要靠中国 但是安全保卫要靠美国 而这个只不过就是老杜表现得更加 这个直接 过分直接 而且把那个流氓嘴脸全部表现出来了 出尔反尔的嘴脸全部表现出来 区别只是在这儿 而中国想要得到什么呢 中国他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个南海的事情 西太平洋的事情是西太平洋国家自己解决的 任何其他国家的插手都会使得局面更加的复杂 当然这是指美国 而这个老杜最近的表态 正好使得中国的这个表态呢 所说的呢 得到了证实 你看我们两个国家自己谈谈都可以解决吧 根本不需要别人插手 实际上呢 中国这次是要了了面子 而且他急于需要面子 因为这个南海这个仲裁他需要面子 要挽回面子 而老杜正好看出来中国需要这个面子 我把面子给足你 同时他把他需要的经济好处啊 能会带回这个自己的国家去 但是和美国的关系 实际上他处理的还是比较小心的 他有个底线 他是不敢预约的 好 听听魏必周先生您的看法 您觉得这次中国和菲律宾 有没有各自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要就短期来讲 这当然是一个中国现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那对美国来讲 当然是一个战时性的挫败 那长远怎么发展 当然还要看中国跟菲律宾之间 目前所达成的一些协议 能不能让这个老杜 在本身在国内内政上 能够满足他原来竞选上的各种的要求 各种的需要 如果这个能完成的话 那么也许下一步继续可以谈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比较担心的就是 长期来讲 这个第一 所以我们所谓第一岛链 这个所造成的军事上 跟亚太安全上的一些问题 如果在政治上 在经济各方面的程度上 在一年到一年半以内 所答应的这些经济上的实质效益 能够让菲律宾的经济有所提振的话 那么那个劳度可能就有更足够的信心 在其他领域施展他的这个作为 然后继续跟美国拉远距离 这个我想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 我们知道很多中国的分析人士都说 这次要看菲律宾 是不是真的破釜沉舟的这个弃美亲中 有两个重要的标准 一个是菲律宾是不是会终止 允许美国进入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协议 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 是否会真的会放弃南海仲裁 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觉得杜特尔特这次访华 有没有送上中国最希望的这两个大礼 好像没有 杜特尔特只是口头上表示 要和美国分手 但是分到什么程度怎么分 他并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么今天中国官媒报道 说是杜特尔特向习近平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希望停止对黄烟岛的建设 第二个是允许菲律宾鱼 但是习近平都婉拒了 也就是说中国并没有让步 那么刚才这个魏先生提到 这个中国的外交胜利 那么我看今天中国的官媒 把这一点给否定了 就中国比其他我们观察的还要小心谨慎 原因是中国自己 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痛切的教训 他们叫做阿基诺效应 说白了就是阿基诺五年前访问中国的时候 也是中国高层轮番接见 给了70亿美元的大单再加上2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 那么当时阿基诺是这个和中国关系非常好 但回去以后就翻了脸 所以可以说这个阿基诺效应就是所谓肉包子打狗 这个狗吞了包子倒过来咬人一口 现在中国政府不敢期待杜特尔特能够不学阿基诺 所以中国也很小心 好的 听听陈伯宫先生的看法 这次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访问北京 从表面上看来双方都有所收获 杜特尔特收获的是三项 一个是9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来自中国 第二个是三项经贸协议 再一个是中国这个基本允许菲律宾渔民返回黄岩岛海域不渝 就是恢复他的不渝权 那么在中国方面也并不是没有收获 他的收获就是中国跟菲律宾进行一对一 直接的谈判 谈判南海问题 这是中国方面移植的主张和要求 他希望不是跟整个东盟 而是跟一个一个的国家 一对一的谈判 这就原来东盟的立场是 整个东盟集体的跟中国进行谈判 那这个谈判书在中国古代叫做合纵 就是六国对付秦国那种合纵术 那么现在北京用的是连横来破合纵 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判来解剖 因为中国是强国 他觉得能够主到 从这个讲来讲双方都有所斩获 但是双方都没有在主权上让步 因此主权问题仍然留下了 这个就是继续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们知道美国对这次杜特尔特访华 当然是高度的关注 那么杜特尔特在访华期间 他公开的宣称跟美国要分道扬镳 要结束跟美国的联合军演 而且他以前也说过 要从中国和俄国购买武器 甚至说要和中俄菲律宾 形成新的意识形态的阵营 那么我想问问杨洁丁先生 你觉得菲律宾有没有真的可能 断绝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小 因为这个包括老杜 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他这个亲中 如果让他自己的民众理解 是为了一个短期的经济利益 或者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的话 民众还可以理解 如果他说我这次亲中 就是为了和美国断交 或者这个脱离他以前的军事关系的话 那民众不会答应 这个是最近的民调已经出来了 这个落差他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权问题上 他说他没有放弃 没有这个预约底线 他也讲我有些事情回来 必须和议会来商量 那这个另外一个落差 就是他和军界的落差 我们知道传统上 菲律宾的军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时菲律军的军界呢 基本上是听从于美国的这个意见 就是说美国的对军界的控制 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老杜如果在现在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比如说他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要和这个要购买中国武器 俄国武器在和中国联合军演 然后完全不让美国进入 他这个军事基地等等这些 如果这个撤掉 这个毁掉这些当时的协约的话 我想他的军界会有反弹 这种反弹恐怕他自己受不了 这一点我相信他是非常明白的 好 魏比周先生您的看法 对 这当然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事情基本上还是要看他内政当的作为 那他上来之后有很多事情要做 包括这个反毒的事情 经济建设的事情 它基础结构的问题都要做 这需要钱 那显然在美国这边 给钱是非常谨慎的 这个给钱的方式 就可以看出来两个中美两个国家 对于这个所谓对外援助的差异在哪里 那当然钱来自中国是最容易的钱 所以他必须对中国在主权方面 暂时有打着一个 打着一个这个蒙混的旗帜 过去去跟北京谈这些事情 能够获得这个贷款来推动他在国内的经济建设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他如果在一年半之内 如果他上台的时候 能够完成他各项不同的这个经济上的建设的话 或开始推动的话 他会继续获得人民本身的这个民意高度支持 这样他有足够的资本来跟军方来对抗 当然刚刚这个杨先生也说到没有错 这个军方 非军方是独成一格的东西 跟美国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的 在这个同时 在这个同时 你刚刚美国其实现在真的不需要做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怎么说这个杜特尔特还是民选出来的 美国对这点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基本上是四年让他过去 而且在这个同时 菲律宾自己内部 你刚刚提到像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也知道这个罗慕斯 还有其他人 还有包括大法官 本身他们自己都在运作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杜特尔特本身所面临国内之内的这个政情压力 也是非常大的 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有关于主权的问题 他不会在主权让步 这刚刚这个那个陈嫣人说了 最重要的事情是他必须 他身为总统 他必须遵守宪法 他必须回来面对国内 对于这个他最高法院 对他国家主权 这个这个黄烟岛的这个主要问题 所以他不可能在这边取得任何 做这种任何账户 否则的话他自己本身会面临弹劾 弹劾的这个危险 确实刚才接着魏毕州先生说的 就是我们知道这次此行杜特尔特返华之前 那么菲律宾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就说 如果杜特尔特敢说不承认南海仲裁 那么菲律宾就会弹劾这个总统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制约 好 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 虽然菲律宾向中国表示 在军事上都愿意和中国联合 甚至要从中国搞这个联合军演 购买武器等等 但是中国并没有接这个茬 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中国很清楚 菲律宾现在国防安全上 最大威胁在哪里 威胁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南海的军事扩张 直接威胁的就是菲律宾和越南 所以菲律宾如果想在军事上 或者保护前面建立也提到 主要只能抗战美国 所以美国并不太在意 菲律宾这个总统现在说些什么东西 有两个内幕 一个内幕就是10月5号 菲律宾的外交部长有一篇演讲 里面讲得很明确 说菲律宾对美国现在的不满 就是因为美国不肯为 菲律宾的主权赴汤蹈火 出最大的力气 这个想法本来对美国来讲 就很过分的要求 美国不会回应他 但是他也不敢离开美国 还有一个内幕就是 这两天菲律宾这个都特尔特总统在北京 和菲律宾的商界人士会谈的时候 露了个点 他说中国的贷款好要 有时候还会忘了 意思是不用还了 我看到菲律宾原来的预期 是30亿美元贷款 他如果能用几句填货话 就把北京给糊弄了 几句空话换30亿 不要还的钱 这个买卖做的还是很合算 好的 陈破红先生 我们知道就是中非两国领导人 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以前是一直针锋相对 那么如果现在哪一方 做出这个让步在国内 肯定都会激起非常大的 这个民族主义情绪 但是如果真的就只是 搞经贸关系 就像这次杜特尔访华一样 双方在经济上达成很多协议化 又能不能真的改变 这个中非的这个互动 真的能够从根本上 加强他们的信任 你对这一点是不是看好 如果不解决主权问题 只是在经贸上谈的话 中非关系不可能取得 实质性的突破 因为这个杜特尔特任期16年 即便他采取一个 清中原美的政策 等他任期结束 恐怕政策又倒回去了 说北京可能是空忙一场 说这次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 非常谨慎的态度 它有两个原因 就是杜特尔特突然变脸了 对美国这个变脸 对中国来说既是机会了 也是一个就是说烫手山鱼 机会就是北京突然找到 这个机会来这个瓦解东盟的机会 就是说可以跟菲律宾直接谈判 菲律宾可以跟北京谈判 这个谈判是撇开美国 而且呢 这个不让那个整个东盟的参与 同时这个杜特尔特让不到 就是说不主动提这个南海仲裁协议 尽管他内心还是坚守 他不主动提 他甚至一反常态 他尽管高调地谩骂美国 但对中国却表现出一个 彬彬有礼的姿态 他说他要讲礼仪 不首先提南海问题 让习近平先提 突然一个高声谩骂 成天物言会语的人 物言会语的人 突然讲起礼仪来的 他这是东方的礼仪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双方的经贸 其实杜特尔在谈经贸的时候 是恩将仇报 在过去70年 美国给菲律宾的援助是最大的 直接投资累计是最高的 而且美国在菲律宾遇到困难的时候 给出的援助也是最高最大的 比如说菲律宾遭遇台风 那美国是做了最快最及时的救援 在菲律宾目前的经贸关系中 最大的经济伙伴 表面上看是日本第一 中国第二 美国第三 但是美国的累计投资是最高 所以说讲这个话是没有良心 另外他讲中国的这个投资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 的确想用中国的钱来建设 但菲律宾的经济并不差 菲律宾在过去阿基洛执政的六年里 平均增长6%到8% 是亚洲增长最快的国家 最近几年甚至超过中国的增长率 中国表面上6.7% 实际上4% 菲律宾而且人口非常有优势 有1亿人口 平均年龄23岁 非常年轻的劳动力 有3000万的中产阶级 也就占30%中产阶级 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健康 蓬勃向上的经济体 被称为亚洲之虎 继亚洲四小龙之后 看好的一个经济体 在这个时候 他把经济问题当成一个突出的问题 并不是解决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菲律宾的国内的民意 他有两种 一种支持他反毒 那个整肃治安 但是另一种民意是清美 另一种民意就是 76%的人信任美国 只有22%的人信任中国 他面对这两种民意的时候 他不得不走平衡 除非他完全的意气用事 虽然这个杜特尔特上台以后 又发表了很多 这个高调反美的言行 但是美国方面表现得 非常的低调容忍 有时候甚至用这个调侃的口气 来对待杜特尔特 甚至骂总统的这些 非常下流的话 那么你怎么看待 美国的这种低调的这种回应 对 美国这个和菲律宾的关系 是非常深远 而且非常深厚 美国对此是非常有信心 第二 它这个军事上的联盟 是非常强的 并不是说靠一个总统 胡说几句话 就可以这个瓦解的 这个美国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美国方面当然非常重视 这个总统要做什么 所以他在密切的关注 我相信这外交斡旋 会密集的进行 但是我们来看 这个杜特尔特的性格特点 他就有点像那种非常聪明 但是又非常无赖的一个小孩 他知道在几个大人中 怎么讨好处 是属于这么一个性格 所以他在中国说那些话 无非就是希望美国 第一 晶元上更多一些 第二 如果真正的主权受到了侵略 侵害 那当然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威胁 美国真的能够为他火中取利 那美国没有那个承诺 所以他希望你拉得更近一点 有时它是一种叫板 就让美国跟中国争宠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一个争宠的感觉 所以他在骂美国总统 但是你想 他是那么一个不计算的人 我相信老杜也是很会计算的人 他在骂的美国总统是谁呢 是欧巴马 他现在肯定我干打赌 他不敢骂希拉丽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非常清楚的计算的 好的 魏比周先生 刚才程破空先生提到 在东盟 就是菲律宾杜特尔特的这些做法 可能打破东盟 针对南海问题的一个一致的立场 那么我们知道杜特尔特上来以后 他跟中国搞这一套来来回回的 会不会对东盟 我们知道尤其是菲律宾 明年又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 那么会不会确实是对东盟 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一致性 产生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当然东盟就出现一些状况 在这十几个国家里头 现在东盟当然出现一些 中国的势力可以伸张进来 你先比如最近泰国这个政变之后 这个清美势力是不是像以前一样 能够跟美国继续保持这样子的联系 特别是军方 包括辽国还有缅甸 这些都已经是在中国的 这个继续的怀柔之下 已经发挥陆续的功用了 那就菲律宾本身而言 他这样子的做法 当然要看美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个礼拜我相信 美国助亲主管太平洋的 亚太事务的助亲Russell 本身就要去马尼拉 要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 当然美国对菲律宾的情况 是比较有信心的 因为他在那边的势力 实在是根深蒂固很久的 就我们刚刚提到 像Ramos这些人基本上是亲美 同时也了解美国情况的这些人 特别是军方的事情 如果说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情况 能够控制 能够保持了一定的高度的控制 跟了解的话 我想其他东盟国家 也会在这个情况来观察 不会进一步的跟美国疏远 在军方的态度来讲 其实菲律宾的主要的这个 它的军方主要的敌人 其实是应该属于 它在南方 明拿纳俄这些的回教的 穆斯兰的这些判军 他真正并没有所谓对外的 所谓的敌人的东西 所以因此他在跟明拿纳俄这方面的 判军这边做这样子的周旋的时候 这个本身也是杜特尔特 本身要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他希望能够达成跟这些判军的和平 这个地方美国人没有帮太大的忙 至少从杜特尔特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美国人没有帮太大的忙 他认为跟美国这些所有的合作 跟所有的军演 基本上都是美国并没有把主要的 这些包括像通讯能力 还有一些这些兵源上的技术上给他们 你看这一次的最近的演习 菲律宾只有500个人出去 美国人就动员了1000多个人出去 所以你看出来这里头的这种差异在哪里 所以下一步来讲就是说 美国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他可以沉住气让这个四年过去 美国人基本上看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民选政府出来的 所以他必须沉住气在这四年过下去 但是在四年过程当中 中国必定会落实他的诺言 在经济上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怀柔政策 希望能够把菲律宾在经济上 能够跟中国进一步拉近 这样对杜特尔特自己本身就有交代 好的 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对于这个 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是采取两个手段 一个就是在经济上给一些好处 就是诱惑 但是在军事上也极端的显示这个实力 就是诱惑加威胁 那么在菲律宾的这种带动下 这种例子 那么周边国家是不是都会 寻这种菲律宾的这种模式 就是说在美中两国的这个对峙中间 寻求一个空间 而且寻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 你觉得你是不会看到这种趋势 未来多年 我觉得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其实是第三方 东盟才是第二方 和中国直接有关的 因为美国在那里并没有直接的利益 美国的所谓利益 其实无非就是维持国际秩序 这么一个利益 也就是说美国承担了国际义务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讲 美国进一步和退一步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美国新旧两任总统即将交接的这个时候 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再去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 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冷战 漫长的冷战的几十年当中 美国经历像这个杜特尔特这套把戏的 这个两面讨好 两面玩弄 两面谋利益的做法的国家 有几百个 美国也算是经验丰富了 建的多了 这套把戏也糊弄不了美国 所以他爱和北京套近乎就套近乎 想赖账就赖账 等到他赖账的时候 北京和菲律宾困然也有翻脸 好的 陈博工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 菲律宾对中国生出这个橄榄子 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烫手山鱼 因为中国现在也感到很为难 那就是这个杜特尔特的笑脸和橄榄子来得太快 只有三个月就来了个大翻转 那么中国就要判断一下 本来中国要在黄岩岛 这个好不容易拿到黄岩岛 在2012年之前 那个控制权是菲律宾的 那2012年这个黄岩岛是中国的 那么这个黄岩岛离菲律宾很近 离中国很远 那么就要菲律宾的家门口控制了这个黄岩岛 本来中共的这个想法是 把黄岩岛这个填海造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就在南海形成了个铁三角 三角关系 那就是西沙群岛的三沙市已经是军事基地 南沙群岛的七个人造岛礁 军事化成为一个军事基地 再一个就是这个 他们成为中沙群岛 这个就靠近菲律宾这个黄岩岛 在把它军事化 那么中共呢 就整个的控制到整个南海的海域 但是现在这个菲律宾这个态度 它很未来了 如果你继续去这个黄岩岛 填海造地 军事化 势必起菲律宾的反弹 那么有可能你的经济协议援助呢 就泡汤了 菲律宾又重新回到美国的怀抱 而且北京还有深一层的考虑就是 中美关系重要 还是中非关系重要 它要电量一下 我们想一个情况 如果美国退出 真正退出了南海 退出一个亚洲的话 是什么情景 那么这个情景就是 菲律宾门户大开 那么它完全失防 这是菲律宾的事 但是中国会独自去面对亚洲国家 这个时候地缘政治发生深刻的变化 俄罗斯会迅速地填补 美国留下的真空 成为在亚洲中国最大的假想敌 潜在敌 俄罗斯根据地缘政治的强弱顺序排列 俄罗斯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俄罗斯联合中国对付日本的可能性 再一个俄罗斯跟越南和印度有传统的盟邦 成为俄罗斯越南这个印度铁三角 这个铁三角的关系上进一步加强 所以中国在这个时候反而伏背受敌 如果没有美国之后 美国是一道格力强 是一道和平的保障 没有美国之后 亚洲很容易陷入战乱 而中国没有胜算 没有这个把握成为这个战乱的赢家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很多的平台上 甚至在公开的报纸上也有这样的评论 就是说中国不要受这个杜特尔特的唆使 而加深跟美国的敌意 我想这个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这个担忧 那么我想提一个问题 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杜特尔特上台以后 用这个铁板的手段反读 人权记录很恶劣 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批评 这个实际上一直是他公开攻击这个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但是中国却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杜特尔特 而且还帮助杜特尔建立这个戒毒所等等 我想问问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个态度差异 中间有什么玄机 对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杜特尔特的性格特点 就像一个无赖聪明的小孩 在大人中寻找他的利益 那么这个美国和中国呢 又是两个不同大人的一种性格 那美国呢 他就是在原则性比较强一些 比如说遇到这个反读问题 就是反读是对的 但是你要尊重人权这个 司法 司法的法治 这个人权的规则 但是在这一点上呢 杜特尔特他有个人的性格特点 他觉得又得到民众的支持 所以呢他觉得美国老是指责他 而以西方一代表的人权组织来 老是指责他 他觉得受到屈辱 那另外一个呢 中国 另外一个他就会很会讨好他 让他感觉到这个很舒服 不计指责他的缺点 然后呢给他一些一点点点好处 因此他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很多的外国人到了中国去 都感觉到中国很舒服 你知道吗 中国很会玩这套把戏 让你感到很舒服 别说是一个国家元首了 退休的国家元首到了中国去 感觉自己忽然称了国王 包括一些大学的教授 到了中国去都感觉到很舒服 所以呢在个人的感受上来讲 我相信老杜在中国人面前 感觉到很舒服 在美国人面前感觉到很不舒服 怎么一个严厉的老师 老师来指责我 所以这个呢 决定了他在某种情绪上呢 那倾向于中国 这个从个人的角度上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 听听卑鄙先生看法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根本就是我刚刚提到过 真正是反映出来 中美两国之间 对于一些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这里 美国给钱 美国政府如果给钱 大家都知道要透过国会能给钱 而且这个随后的这个集合制度 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你这个钱都要有交代的 同时在跟英国跟西方国家一样 在援助某一个特定国家的时候 他必定把这个思想 把这个精髓跟制度 带到这个国家去 所以这个钱不是随便乱给的 希望能够 我记得很清楚的 以前台湾接受美元的时候 所建立的一些 美国自己本身 所吸收的一些制度 对于人事的安排 对于这个科技的安排 对于人事晋升的安排 都有一套这个严谨的规范 使得这个钱下去之后 能够有效的执行 然后你可以做下一步的 这个再申请拨款 可是这个钱 我们相信到目前为止 中国如果给出去钱的话 他根本不管你这个钱到底怎么花的 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说 中国根本不管我们这个钱是什么 我们只要花了钱 买了对方一个安心 然后我们知道他会支持我们 这就够了 至于你拿这个钱 关入门在里头做任何事情 我不会在意的 更不要讲说这个钱 给到一些某些国家里头 这里头的贪污制度 这个钱根本是没有实质上的落实到 这个国家的经济跟民生建设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给钱是非常大方 而美国给钱是非常谨慎小心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必须把他的制度跟典章 介绍进去 而中国除了给钱之外 他没有办法推销他自己的核心价值 因为他这个核心价值 是根本在任何国家 都没有办法占我们立场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多特尔特这么杀人 鼓励这些老百姓 自行去处理这些毒贩 跟毒销的时候的时候 我想所有任何 有人权观念的西方国家 都看不惯 都看不惯下去 因为你要经过一个due process 你要经过一个合理的程序 一个正义的程序 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准许 他这样的到处杀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那这个基本上 跟法西斯没有什么差别 跟独裁国家没有什么差别 正是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杜特尔特刚上台了 三个月的情况下 西方国家在没有 给他足够的赞赏 跟鼓励的情况下 反而倒过来批评他的时候 杜特尔特自己觉得 完全受不了了 我想这个也刚刚就回到 刚才这个建立兄所说的 这个个人特质性质所在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中美两国 基本对于人权观念 对于给钱 对于一个集合制度 对于一个制度的推行 跟栽培 跟这个深入化 是有很大的差别 好 崇晓农先生 我觉得刚才这个 补充一下魏必周先生 刚才的说法 就是从他们个人 领导人的个人气质 和个人偏好来讲的话 杜特尔特和习近平 是很有相似之处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虽然菲律宾是个民主国家 表面上美国的政体一样 其实这个发展中国家的 民主制度 远远离完善 还有很大的距离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们的社会治理 经常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 由于社会的不成熟 社会治理经常不成功 那么这个时候 像杜特尔特这种乱杀 乱抓的做法 相反会的社会上 得到很好的反应 所以菲律宾老百姓支持他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 对发达国家的问题 就是发达国家 是不是用发达社会的 社会治理那个尺度 去衡量所有国家 实际上呢 这里面也存在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像菲律宾这样的 还有非洲很多国家 其实做了都是 和菲律宾一样的事 因此 这个菲律宾 这个现任总统 他从他治理本国的角度 他觉得他做得不错啊 你们来管我干什么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他也发现 讲起来他是民主国家 其实他和专制国家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这就是民主 这个政体的复杂性 不是一个压 好的 好 最后听陈伯宾先生 来做一下总结 对 我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 之所以就杜特尔特 之所以都说美国是 之所以美国得住杜特尔特 是两个原因 是杜特尔特竞选期间 美国没有支持他 并且在某些问题上 批评了他 包括美国驻菲律宾大使 批评了杜特尔特 使他怀狠占心 另外一点就是他上任以来 搞这个扫毒 搞这个以不公平 故不正义的方式 来追求所谓的公平正义 这个几千人被杀 而且很多人是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那美国出于普世价值的人权 对他提出了批评 因为他对美国非常怀恨在心 并不是美国没有给他援助 但是这里有一个玄机 为什么中国会大力支持杜特尔特 除了这个意识形态 普世价值形态上的趋同以外 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的毒贩 很多毒贩是中国人 是华人 很多毒品是来自于中国 杜特尔在6月30号上任 7月份的时候他说了两番话 他说 我倒要问问中国 为什么很多毒贩是华人 为什么毒品都来自于中国 大多数毒品来自于广东的冰毒 然后中国这个悄悄给他做工作 给他就秘密给钱 援助了一个最大的戒毒中心 还有康复中心 让他收声 让他不要这个对中国这个说三道四 事实上在他扫毒过程中 滥杀的毒贩或者所谓的毒贩 甚至是有的人不是毒贩 有的只是袭毒者 或者有的人是涉嫌就被杀了 很多是华人 当美国在批评 他的人权记录的时候 其实在间接程度上在帮助华人 当中国政府在支持 杜特尔特的扫毒反毒 而无视人权的时候 实际上也在损害华人的利益 所以这里面的微妙和复杂 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杜特尔特 他采取了双重标准 他在对美国是这个谩骂 是做出一个流氓姿态 但对中国做出一个君子姿态 实际上我在怀疑 他有个倾向 就是从中国榨取钱财 因为中国政府的钱很好拿 不需要通过所谓的议会 政协人大 是橡皮图章 不需要 更不需要通过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想来多少钱 就来多少钱 叫大傻币 对吧 在美国来说 这个钱不容易博出来 它是一个民主政府 它很多东西要经过国会 甚至这个舆论和人民的监督 说美国这个国家虽然有钱 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钱 着劲见走 而中国政府报复 它控制了全国的资源 所以杜特尔特看中了 中国政府的钱包 想捞一把 至于他捞一把之后 他怎么做得很难说 又菲律宾国内 并不会容许他这个胡作非为 菲律宾发生政变 民变的可能性随时存在 而且他自己扬言 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CIA要暗杀他 实际上他是故意用这个话 先堵住别人的嘴 如果他遇息 或者被暗杀的话 他要赖到美国政府头上 我想美国有很多 综合性的手段对付他 不一定要去暗杀他 好的 有关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访华的这个题目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纪委清查港澳办 会拿谁开刀